问你一道题 你想要拥有的和你现在拥有的 如果要做一个比较的话 哪一个比较多 快乐是放下奢望正是所有 相当多朋友都希望我给予快乐一个定义 如果用这一番话来说的话 你所意识到的是什么 何谓奢望就是奢侈的期望 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对于未来 对于自己的生活都会有一些幻想 这些幻想可能是建立在 我们对一些事情最美好 最美好的画面的想象 也有可能是在我们生活里面 所接触到别人拥有的 大人们在过的生活 因此有一些幻想 将那个设为我们的目标 又或者相信自己到了某一个年纪 到了那个阶段 应该就会过那一种生活 可是现实生活里面 其实有很多路向 你可能遇到不一样的人 你可能在不同的情况之下 过着不一样的生活 于是你那最美好的幻想 变成了一种奢望 可能你没有那么快 就可以达到那个目标 可能你永远永远没有办法过那一种生活 你必须要懂得怎么样将它给放下 可是要将它给放下的那个当下 你可能会觉得我失去了很多 而你忽视了你所拥有的 我们其实拥有的永远比我们想拥有的多 因为想要拥有的永远都是一两个 可能我们最奢望最希望拥有的大目标 可是生活里面你所拥有的东西太多 你拥有朋友 你拥有事业 你拥有家庭 你拥有爱 你拥有生命 你拥有呼吸 那比你那些你因为想要拥有 而还没拥有 因此觉得难过的事情 不是多很多吗